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我是林志榮 今天是3月22號早上11點 投資朋友 我們昨天有提到 Fed 將利率政策維持不升息的狀態 市場資金有望持續寬鬆 Fed 維持急割派的看法 昨天包括亞洲股市或美股 都是呈現上漲情形 投資朋友 要特別提醒大家 指數越往上漲 一定要有風險意識存在 因為不是低檔 是屬於高檔情形 高檔震盪的情形 一定要有警覺性 萬一隨時反轉 多單部位記得一定要先減碼 甚至進漲去做放空 在節目開始 我們還是來追蹤一下幾個指標 原有美國公債值率跟美元指數 原有昨天是小幅度的押回 這邊我們原有的ETF 目前是持續的獲利中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公債值率跟美元指數 昨天都是呈現小漲的情形 這三個指標 可以一直跟大家講 這三個指標會影響到全球的資金流向 這邊到底會從在市流向股市 或是從美股加速流回新興市場 就看這三個指標是怎麼去做發展的 目前市場上普遍預期的資金會從美股開始流向新興市場 因為FED維持著極寬鬆的政策 維持著極寬鬆政策的情況下 昨天亞股跟美股都是呈現上漲的 我們看到SP500或是NASDA甚至是廢半 昨天的漲幅都有一趴到兩趴這邊 那這邊這種哥還是給大家兩條線 第一條就是紅色這條線 第二條就是綠色這條線 只要美股這邊都不要跌破紅色線的話 在紅色線上面的震盪 震盪的話有機會反覆震盪的攻過前波反下去 那是如果跌破紅色線的話 這邊的形態上就會比較偏弱了 如果開始回測綠色這條線的話 這邊就是一個M頭成型的 所以這邊這種哥就給大家兩條線 一條是紅色線一條是綠色線 那這邊萬一跌破哪一條線的話 這邊你的持股部位就要開始做個調整了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SP500或是NASDA 或是FED半 目前都是這樣的走勢 再來這種哥要提一下上陣 先前我們跟大家講 上陣的是今年的是上陣的多頭元年 這邊上陣的這種哥已經先獲利下車 上陣的是今年的最大獎 這邊上陣的這種哥會等他再次轉強的時候 才會再進場去動作 目前上陣的會在這邊 持續反覆震盪的盤整 這邊震盪盤整的過程中 這種哥就是等待他再次的轉強點 再次轉強這種哥會再次切入 這邊今年是上陣的多頭元年 一定要好好把握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這邊中哥認為 最關鍵的還是在成交量 這邊成交量如果能持續放大的話 那指數有機會再持續往上做攻堅 這邊要觀察成交量跟新台幣匯率的走勢 只是我們剛剛節目開始的時候 有跟大家提到 這邊你要提高風險警覺 這邊你一定要有個風險意識存在 為什麼因為指數來到這邊 並不能說這邊還是在低檔 這邊已經漲了一千多點上來 這邊高點會反覆震盪 我們從籌碼面來看的話 籌碼面外資目前或是整體部位 都是呈現一個極度偏多的情況 當極度樂觀的時候 這邊要開始小心會不會有一個回馬槍 當有一個回馬槍的時候 這邊很容易形成一個多殺多 那這邊多殺都會形成一個長黑K棒 那這個長黑K棒一出現的話 那中哥跟大家講 這個行情可能就是要暫時高一段落 開始進入修正 那這邊中哥認為 不要跌破藍色這條線的話 這邊有機會反覆走震盪 量補上來的話有機會再往上 但是跌破藍色這條線的話 你的持股就要開始要有一個警覺性了 所以目前我們從線型來看 或是從籌碼面來看 這邊震盪都有機會 可以再繼續往上去做攻堅 只是你要留意的是 這邊籌碼極度樂觀的情況下 萬一跌破了某個低點 會不會形成一個多殺多 那這樣的情形 我們要去多做留意了 那這邊中哥跟大家講 是一定要有風險意識 多單可以適時的獲利減碼 萬一出現長黑K的時候 多單更是要減碼 甚至進場去做放空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終的被動元件 跟矽晶圓 那這兩個族群 中哥認為這邊 我們原本期待高股力題材 這邊高股力題材 已經宣布了 但是股價並沒有往上漲 那投資票這邊 這邊就要小心 是不是會有一個力多出進的味道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被動元件還是矽晶圓 大部分都是橫在季線這邊 反覆去做整理 那萬一這邊整理的情形中 力多出來沒有上漲 那大盤萬一真的反轉的時候 那中哥認為 會優先跌這兩個族群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跌破了前波上漲低點的話 這邊 整個被動元件跟矽晶圓 會轉成一個比較偏弱勢的形態 那跌破上漲的低點 這邊投資票 你就知道應該要做什麼動作了 那再來中哥這邊 要跟大家講的是 為什麼在這邊可以提出 跟大家講說 有一個多空配的轉案 因為目前行情 就是處於一個高檔震盪的情形 那高檔震盪的情形 這邊個股上面做多做空都有機會 還記得去年七八月甚至九月到十月這一段嗎 那之後行情是在一個大區間反覆去做震盪 那這種哥一直跟大家講 這邊這種哥會多空同時操作 用多單來保護空單 同時也用空單來保護多單 這邊震盪的過程中 你把每一檔個股當成一個獨立的大盤 這樣你這邊個股做空 絕對是行得通的 同時存在絕對是行得通的 你只要把每一檔個股當作是一個獨立的大盤 這樣就完全說得通 那這邊多空同時操作 多空都有機會賺錢 所以這也是這種哥在這高檔位階 為什麼跟大家講 就有個輕鬆配的專案 這邊有一些個股落後補漲 還有機會會再往上去做攻堅 但是有一些個股這邊高檔已經有人在出貨了 這邊籌碼已經變得沒有這麼漂亮了 同時現行也轉差了 那比如說我們之前看到的1515 前前幾天一直在軋空 但是龍券龍券強制回補之後 這個力道反而不見了 所以投資朋友目前 低檔個股還有機會再漲 那高檔個股有些已經現行籌碼變差了 這邊你就要開始留意 是不是要先找個機會獲利下車 甚至如果這邊有沒有機會可以進場去做放空的 中哥認為這邊多空都有機會 所以中哥目前推出一個多空大全配的專案 裡面有做多個股也有做空的個股 這個是接下來一個月的整整重點 中哥歡迎大家加入輕鬆配 輕鬆配多空大全配的專案 影片下方都有相關的表單連結 中哥歡迎大家加入 也請大家持續鎖定中哥的節目 FB股息小指或是Lider 那這邊中哥謝謝大家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